各位練習官員 大家早 我想請市部長 請部長 部長好 不管是同人們 對部長的祝福 是一路順風或者是一路好走 總是望你走幾人 希望我們部長 這次去參加APEX 能夠帶回來一些好的消息 不管是對其他國家的貿易 或者是對我們國家有相關的 有一些幫助的 具體的成果 帶回來給我們國人來分享 謝謝 我們有努力 剛剛我們蘇委員也特別提到 有關ACFA這個部分 那麼部長也跟我們院內的同仁們 也講過說 那麼在我們國貿局的黃局長 這段時間在大陸 跟他們洽商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有跟部長發過E-mail E-mail 那麼也跟我們的市長通過電話 但是沒有跟部長直接通電話 那本席在這個樣子想要了解 到底他的E-mail的內容是什麼 他發回來的E-mail內容是什麼 基本上他是分有不同的階段 是 請你給我們說明清楚一下 他這段時間裡面 E-mail內容是什麼 簡單來講就是說 大概把談話的一些重點 跟我們做個說明一下 什麼重點 包括他們談的議題的內容 我知道 你只是告訴我們說談的議題內容 我們就是要知道 他到底談的議題是談的哪些 那這個內容是什麼 我們這邊的那個想法 還有他們對方的想法又是什麼 我可以聊 議題內容大概主要是幾部分 一個是整個協議的架構的主條文 是哪一些條文在那邊 架構性的 而不是細節內容 這第一個 那第二剛才提到的是 有關這些早期所有清單的原則 而不是清單的內容 清單的原則 大概這幾個是主要的重點 那原則是什麼 就剛才講的 打個比方 我們農產品不會繼續開放 是 那麼外勞 入勞 不會進口 我們希望有哪一些東西 可以對方要求開放 比如石化 紡織機械 這種大架構性的 那這個已經談到這項目了嘛 沒有 這個假設委員 抱歉 因為這個談判的話 往進去走的話 整個的馬 會到六馬八馬 那很細的 現在是談大的項目而已 是 那我們的立場已經很明白的 已經表達出來了 部長早上你也講出來了 假如說 有違反到兩個一個原則 一個是農產品 包括它的加工品 以及 這個勞工這個部分的話 那麼我們拒絕就再談下去了 就對了 是不是 我們剛才講過是說 假設 對方 認為說 農產不開放 我們堅持 農產品 也不開放 大家同意 那繼續談下去 那假設對方堅持 農產品會開放不可 這 坦就談不下去 所以 部長已經有這樣子 做最快的一個打算 就對了 因為這個是在 從總統府 一直到行政 都再三宣誓過 農產品800多項 絕對不會再開放 這是我們接受的 很清楚的一個信號 好 我是想請教部長說 目前我們態度是這樣子 但是這個堅持呢 我們能夠堅持幾年 今年堅持這樣子 明年我們會不會這樣堅持 後年能不能堅持 然後三年五年 我們能不能堅持下去 一般來說 這個800多項農產品 我目前的努力的是 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是不開放的 相當長的時間是多長 一般在WTO 一般在WTO 一般就是講 一般的慣例 不一定 有八年十年 十二年二十年 都有在那邊 一般在可意見的一段時間 尤其是十年八年之內 是不可能談的 所以有十年八年 至少 至少 好 那 本席在這個兩年 特別 但是這個時間點是不一定 因為目前 連這十年幾年都沒有談到 但只是說一般的WTO的慣例 大家都知道啊 一般的期限 大家有過去的這些慣例 就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接下來 跟對岸在談的時候 我想 我們絕對這個條件不能第一班 一定要確保 我們國內農民的這些權益 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謝委員有機會讓我去說幾句話 就是說 有關一般的大概是十年八年 但是我們因為兩岸的情況很特殊 所以我們要求這時間會更長 會更長 這是事實 好 那麼在這 比較內的細部這個部分 我不曉得我們經濟部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去了解過 我們現在對中國大陸的貿易易存度 已經是世界第一 我們對它的整個 依存度已經高達41% 那麼過去台灣對美的一個貿易依存度 在1990年的時候是最高的時候 是33% 那現在我們已經對中國大陸的易存度 已經超過33% 已經到達41% 這麼高的這個易存度的話 我不曉得 部長 你將來 這樣子一個堅持 能夠堅持多久 這樣子一個談判的一個底線的堅持 我們覺得 跟委員的說法是一致的 我們不應該把雞蛋放在個籃子裡面去 所以去拓展其他的市場 就進步當前非常重的工作 但是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我們國內的 到中國大陸去投資的這個產業 沒有這樣的想法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心理上的一個準備 但是幾乎都是這樣子 而且事實已經存在 所以這個會造成我們 將來對中國大陸在談判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負面的這樣的一個影響 也就是一個包袱了 了解 所以程度委員所說的 這個市場的多元化 是我目前在行政部門 特別經濟部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去推動 另外呢 我要請 叫這個部長 你上任已經多久了 兩個月 兩個月 那你上任到現在 總共油價漲了多少 抱歉 能源局局長不曉得 記不記得 賬幾次 抱歉 因為我沒有在算這個順目 對不起啊 不曉得 沒有算啊 五個禮拜 最近五個禮拜的這個賬戶呢 就到達兩塊半了 那麼這麼高的一個賬戶呢 現在的確我們下鄉去也好 到民間去拜訪 老百姓碰到我們來 就在喊油價 啊 他說油價一直在賬的話 你們這些立法委員在立法院 到底在幹什麼 油價一直在賬的話 立法委員有沒有替我們老百姓的 這個好好的去看緊他們的口包 有沒有針對啊 我們政府應該要做的一些其他啊 的一些呃 配套的這樣的一個機制啊 能不能啊 來減低老百姓的一個負擔啊 剛剛這個部長也提到說 中油盈語到目前的盈語啊 你說這個是過去存貨的一個回體啊 他是存貨疊價的回充 回充啊 本業是虧損的 對我知道 但是這個回充的話呢 那他過去的存貨 回充是不是也應該要提出來回饋社會 回饋啊 這個回充並沒有現金入帳 只是帳面的一些 帳面帳 但是總是啊 有這樣子一個 沒有現金入帳 沒有 是不是這個部分 將來也要回饋到啊 我們消費大眾 因為這個應該這樣講 就等於去年的虧損 回充之後去年虧損 他中油他不是有簽一些長期的合約的嗎 油價嗎 都是簽長合約 啊 長約嘛對不對 那簽訂的時候價錢 跟現貨的這個價錢 那他這個一個 簽訂的時候 跟現在 提貨的這樣子一個過程裡面 是不是有差額 那一般這個油價 世界各國都一樣啊 他那個油價的買賣機制啊 雖然都是簽長約 對 但是呢 價錢是 價錢是浮動的 世界各國都一樣 現在多出來一塊是存油那一塊 對 因為存油量都很大 要有多少 我知道 所以這個部分呢 是不是可以拿出來回饋給我們的消費大眾 那一塊是一個 是一個安全的存量 安全的存量在那邊 那麼呢 油價值往上漲的時候 你也買了我也高在那邊 所以安全存量是固定要放在那 放在某個個別的油草裡面的 但是那一塊才是價格變動的影響所在 所以這個部分啊 我是想說 我們這個經濟部中油這個公司內 是不是能夠來針對目前這樣子一個情形呢 減低老百姓的一個負擔啊 盡量設法來減低老百姓的負擔啊 能夠自行吸收的這個部分呢 就自行吸收了 好不好 了解 了解 好我們謝謝 謝謝